这个世界曾经有很多生存空间 但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 人类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多 这对我们的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巨大影响 地球上四分之一层是肥沃的土壤现已变成沙石地 这全是人类活动带来的恶果 我们未来的生活质量取决于我们改变这些恶果的能力 好消息是我们可以做到 通过生存环境恢复 但这又不仅仅是恢复土地 因为生存环境同样也是一个自成系统的整体 人们可以使一个地区重现生机 经济活动即可以恢复并利用生存环境 同时也需要通过可持续性商业个案 这便是我们的目标 所有这一切都从灵感开始 借助适合所有相关对象的全新未来前景 和生存环境恢复整体计划 这一过程可以产生就业并增强人际关系 以及教育和安全等 恢复也会带来自然资本回报 例如生物多样性 肥沃土壤 水资源和稳定气候 同时也会吸引金融资本 首先是投资 首先是投资 然后是回报 我们称之为四大回报 灵感回报 社会资本回报 自然资本回报 和金融资本回报 为实现这四大回报 我们已规划三个生存环境区域 自然区用于恢复和保持生物多样性 综合区用于恢复农民种植作物的土地 经济区用于开展可持续性商业活动 恢复生存环境需要二十年时间 即一代人 如果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将为一个不同的世界奠定基础 这便是激励我们的原因